《關於中國的一百個常識》 作者陳破空 現實篇 中國崛起,邁向軍國主義 75.美中實力消長,後果是什麼? 各國輿論中都說,今日之事,中國有錢,美國沒錢 中國狂增軍費,美國削減軍費 假以時日,中美軍力可能翻轉 但細究,即便中國經濟增速高於美國 但是美國經濟總產值仍然高於中國 美國人均產值和人均收入更遠高於中國 而且整體而論,美國經濟遠比中國經濟健康、潛力無限 原來,所謂中國有錢,乃是中共當局有錢 所謂美國沒錢,乃是美國政府沒錢 作為最大的民主國家,美國所得,多為民有民享 美國政府本身捉襟見肘,甚至時不時有關門之魚 作為最大的獨裁國家,中國共產黨壟斷一切 不僅壟斷中國政治,也壟斷中國經濟和全部資源 中國所得,多為官有、官享 號稱國有 中國大眾,被迫忍受貧富懸殊 甚至陷入無保障的赤貧 在中國,官員腰纏萬貫 政府作用百萬億資產 支配所有外匯儲備 不受監督,不受前置 可以為所欲為 要擴軍就擴軍,要維穩就維穩 全無顧忌 在美國 政府受民眾、媒體、司法層層監督 預算與支出,須經由國會批准 而國會由民意代表組成,代表民眾利益 美國政府必須精打細算且優先民生 當今世界,美國實力相對下降 中國實力急劇膨脹 加上兩國政府支配力懸殊 其後果是 美國開始部分地放棄其全球領導角色 部分地放棄其維持世界秩序的責任 而崛起的中國,由中共代表 卻拒不承擔騎馬的責任 非但沒有成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者 反而成為世界秩序的破壞者 由於其實力大增 其破壞力尤其巨大 總體而言 國際規則已遭破壞 國際秩序,瀕臨瓦解 伊斯蘭國,因推銷宗教狂熱而義軍突起 一路攻城掠地,搗毀古蹟,斬首人頭 肆虐中東,驚恐世界 各國極端分子紛紛加入壯大其聲勢 令之偉大不掉 各國應對法力協調不暢 後來,土耳其與伊拉克發生反目 沙特與伊朗斷交 中東局勢更趨惡化 區域衝突複雜化 更大範圍的戰爭一觸即發 俄羅斯 悍然入侵鄰國 先後肢解喬治亞 吞併烏克蘭領地克里米亞 並持續在烏克蘭東部製造亂局 稍後 無視國際合作 硬性插入敘利亞內戰 一位扶持人心盡失的敘利亞獨裁者阿薩德 揚言打擊伊斯蘭國 卻趁機重創 並意圖消滅反抗阿薩德統治的溫和派自由軍 共產黨中國 在東海製造了激烈的中日對抗和衝突 更在南海大局挺進 不僅到鄰國家門口搶奪島嶼 還在南海中心要道大規模填海造島 興建軍用機場布設軍事設施 視強凌弱以大欺小 動輒撞毀撞臣鄰國的漁船 美國軍艦曾駛入中共人造島12海裏範圍以示遏制 但中共的回應 是在南海部署導彈和戰機 中共料定 美國不會對它動真格的 蓋在於 中東形勢惡化 美俄面臨對抗 美歐出現戰略分歧 美國分身乏術 一時無暇顧及南海 令中共再次有可乘之機 一如十多年前 美國被迫優先反恐 而先後展開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之時 中共乘機在亞洲大肆擴張其勢力和影響力 北韓 世襲上台的金正恩 比其父親金正日更行瘋狂 打沉天安劍 炮擊岩平島 撕毀南北韓停戰協議 連續進行核時報 挑釁國際社會 步步升級 如中共一樣 金正恩也吃定了 面臨緊迫而棘手的中東亂局 美國對東北亞一時也無暇他顧 伊斯蘭國、俄羅斯、中國、北韓 成為世界局勢動盪和失控的四大噪音 其中任何一大噪音 都隨時可能點燃第三次世界大戰 規則失靈、國際失序 其大背景就是美中實力消長 事已至此 美國需後悔對紅色中國的扶持 整個西方和文明世界 都需後悔對紅色中國的扶持 一如中共對北韓金氏政權的扶持 同樣地養虎一患 任何國家 對任何獨裁政權的扶持 書寫和打氣 最終都將是咎由自取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毀之莫及 這是一條鐵律 嚴峻的鐵律 作詞文字幕提供 作詞文字幕提供